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就是 如果我想要把档案 把它变成直接从网路上直接去读取 而不需要说下载之后再打开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需要有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基本上 可以让我们直接去开启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我们会用到两个物件 用到这个一个物件叫做HTTP 后面当然有版本 因为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版本好几个 OK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一般建立那个物件的存取 通常我们是用CreateObject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它改成类似像这样 先宣告之后 再去产生New这个物件的话 那特别至于 假设我今天直接从云端上面的第六页 这边有个叫读取XML 直接从网路的话 那我直接把这一段程式 这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当然可以改了 这边其实也可以改成一样 两边其实 那我把这一段拿来用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把这一段程式放在这边好了 那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假如你不是用 就是我们上面这个方法 是CreateObject的话 如果你今天是用类似像这样 宣告一个物件名称 它S它是什么 那特别至于 你如果是用这个方式 来取得这个物件的话 不是用CreateObject 那你执行的时候 特别是一定会出错 它会出现什么 如果你直接执行的话 它会出现说 你这个S后面的这个东西 它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它载进来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CreateObject 你可以不用做载入动作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那你可能要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工具 里面有一个要设定引用项目 所以其实相对会比较麻烦 那假设你这个 这个物件它怎么选 特别注意 它基本上它是 名称 有的时候很类似 但是有些其实又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以这个来看 MS MS实际上是Microsoft 所以你就往下找 找那个Microsoft开头的 有没有这边Microsoft 那底下的话呢 应该会有一个物件 叫做XML 所以你会往下找 这个按照顺序 MineSwap 然后底下的话应该到X 那其中的话呢 XML的物件 其中会有三个 有三种版本 一个版本是3.0 4.0 6.0 到哪一个比较OK呢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指定 6.0 所以请你指向这一个 打勾 OK 那理论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是卡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按F8好了 你会发现 他就过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认得了这个物件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假如用这种方式在撰写程式的话 那记得你还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工具设定引用项目 然后记得把Microsoft XML V6.0这个打勾之后 按确定 程式RUN才不会有问题 OK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这样很麻烦啊 那如果说我不想这样做 那我可以怎么办 其实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啦 就是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底下的叙述 在底下这个set 这个xml 这个物件名称的后面 那你就不要用new 你就用什么 用刚刚一样的方法 叫做create object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我不要 OK 我没做 那我可以怎么改 我可以把底下这个程式 改成叫做create object 后面的话呢 直接就给他这个物件的名称 那上面这边宣告就不用了 OK 或者甚至你要宣告也没关系 你就 我假设把它注解掉了 好 那一样按F8 你会发现 我没有引用哦 OK 我先停一下 确定一下 对 我这边没有引用 但是执行也不会出错 OK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大部分 假设说网路上面的那个程式 其实两种方法可能都会有 至于哪一个方法比较好 当然 这样看起来 当然create object 会相对会比较简单一些 顺便讲一下 因为 可能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 同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写法 那其实道理很简单 也就是说 你如果用刚刚这个方法 你就要预先去用勾选的方式载进来 如果你用create object就没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比起来的话 当然create object应该会比较简单一些 第一个 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透过 因为刚刚是读取档案 现在是针对网路 那网路的话就需要有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 顾名思义就是这个 msxml2.xml6 当然如果你用4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旧的版本会有相容性问题 新的版本好像都64位元的 旧的版本有些只有32位元 所以旧的版本好像在新的环境下面 会没办法执行 ok 那底下的话一样的方式 就是说呢 我们给一个网址 然后open它 send出去之后的话呢 得到一个结果 那特别注意 这个respond的话 一般是respond test 不过这里的话 我们用一个方法叫respond xml 也就是说呢 我要得到的结果 你就直接用xml的方式丢回来给我 然后我放在一个物件里面 这个物件的话 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个物件 就是xml 有没有 doc 那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这一段其实抓资料 ok 那底下这一段的话 实际上呢 跟上面的差别 基本上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呢 我们抓到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 本来是读取的 ok 本来这个set后面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这边是 我是用什么得到资料呢 我们是用low 有没有 所以xml doc 这个物件里面 它的资料是用.low的方法 得到的 那我们下面这个方法 其实主要是什么 利用网路丢回来东西给我的 所以你会发现 send回来之后 我send一个讯息给server 我跟他讲说 我需要这个资料 就是放在这个连结的xml 所以最后的话 请你用respond.xml 就是丢回来给我xml的方式 帮我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ok 只是一个是开档 一个是抓网路资料 ok 那其实另外可能还有一招 不妨可以试试看 其实这URL 好像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 有同学问到说 如果Jason 他提供的是一个档案 而不是一个连结的话 诶 那好像我们之前URL 也是输入一个位置 就是档案的位置 诶 好像也可以 这个地方你们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假设你输入的是什么 输入是这个位置的话 诶 是不是也ok 理论上我印象中 我试过好像是ok的 所以 所以 档案的话可能会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 那个 这个物件 点漏 一个是什么 直接透过这个 XML HTTP 这个方式去漏进来 的方式 好 那底下的话呢 其实理论上都一样 那节点部分 诶 我看一下 table row 这好像不对 所以我好像有把它改动过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可以拿 这个底下这一些 把它盖过去 因为 结构都一样 可能 这个我是 可能改到是那个 那个什么 下一题啦 U-buy里面的那个节点的应该是 ok那试一下 好那我们一样 试试看好了 所以呢我们 把这个资料先CLEAR掉 ok 所以这个 一样用这个CLEAR好了 那所以最大的差别 只有 把那个 就是Low的方法 然后改成什么呢 网路抓取资料 所以这个 一样给它一个网尺 然后呢 create这个 XML HTTP 那当然 网路上你可能会看到 其实没有60 也可以 好 此处需要物件 create object 基本上改完 我刚create object的话 记得我这个外面少加了那个 两个双引号 另外的话 名称的话 如果我们刚刚是msxml2 然后点xmlhttp60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 因为它版本很多 所以如果假设 你希望系统自己帮你去抓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改一个名称 叫这个Microsoft.xmlhttp 这个名称我觉得是 比较OK的 因为它可以自己去抓 你需要的这个版本 OK 那你就不需要像刚刚 如果你先宣告的话 变成你还要再去 从工具设定这个 引用项目 去找到 你要的那一个 像这个地方 但如果你不打勾的话 那程式一定就会出错 OK 可是如果你用create object 就没这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一样的方式 就是利用 只是多了一个 去网路上抓取 一样是利用它 产生一个open的方法 这个物件的open方法 然后呢 用get的mencer 就是方式去抓URL的这个资料过来 那因为我刚刚抓一直抓不出 原来是这个上面URL 对应的是台北市政府的住宅窃到 所以那个资料 我当然底下会抓不到这边的这个 tag名称 所以底下的方式跟刚刚那个档案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先清掉就资料 然后给它网址 刚好这个网址错了 然后呢 并且产生我们要的两个物件 一个物件的话是抓网路资料 透过它去开这个网页 并且传回我们要的结果 然后把传回respond的资料 变成respondXml 丢给这个Xml的duck的物件 然后跟它讲说 我要用的这个property 属性设定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用Xpace 其实Xpace算是蛮简单的一个 因为其实你要选资料 它有好几种设定节点的方式 那我觉得用Xpace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找到 你最外层的这一个名称 里面的这一层的名称 这两个找到的话呢 那基本上填上去 你就可以把资料抓回来 那如何找到这两个节点呢 当然你用眼睛看也OK 或者是说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 你也可以用类似像Xml的editor 这边就有了 把这个复制 这个复制那一定OK 绝对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让它跑一下 然后底下的部分的话都一样 所以一个一个 节点里面的资料 那底下那个就跑节点里面的资料 它会是放在一个叫Nord List 里面所有的资料通通放这里 那我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针对这个Nord 节点里面的那个标签名称 标签名称中间那个叫Test 帮我把它抓回来 放在储存格里面 哪一列的话呢就有个R 从第二列开始 然后底下的话 最后才是放栏位名称 所以执行完毕之后 应该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应该是 Ctrl向下应该会到79 总共的话呢有这么多资料 OK 那当然呢 一样的方式啦 其实你们可以套用看看 等于是说可以把这一个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范本 然后试试看 像底下的话还有几个练习题 那你练习的话 我看你就直接练习用那个 如果假如说你的版本不是最新 你干脆直接用这一个 这个范本的话 我也把它放在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 你看看这个是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里面这一段的话是第六页的地方 就这个 那其中的话 当然你要修改的话 主要是这个 就是它的网址 OK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这个UIL这个部分 然后其他大概就是这个Path 有没有 这个XPath 这个地方的话可能要变动一下 OK 然后后面的Key 可能要自己再去把它改 那这个Key一样 你们可以对应到这边 这一个 XML Edit 这看会比较清楚 一二三四五 五个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怕做错啦 你把它Ctrl-C Ctrl-V贴过来 一个个把它贴过来 那理论上应该就对应到了 对应到之后再给栏位名称 或者甚至你可以先给栏位名称 然后再把资料放进来 其实倒也OK 那底下的话除了这一题之外 还有那个 这个UBY 所以UBY 所以UBY UBY 本来资料里面是 没有XML 但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有个方法 就是检视 你会发现开放资料里面 它除了CSV之外 其实它底下也提供了XML 跟JSON 所以有些资料看起来好像没有提供其他类型的资料 但是你在往里面看 这边好像有 但是好像没有全部都有 有些开放资料CSV的下面有 但有些没有 我看好像蛮多是有的 那你一样可以拿这个来练习 练习的方式要按右键 当然如果你要下载就另存新档 如果你要知道它的位置的话 那你可以复制连结 OK 像这一题是台北市政府的UBY 然后这个方法 当然请各位自己再try try看 然后当然前面 如果你假设有最新的版本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内建的功能 那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 可能有些地方 你要把它抓下来 可能还要注意它使用的方式 如果你漏掉一两个步骤 恐怕你连那个功能你也不会用了 OK 那这个方式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跟POWER BIM还蛮像的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也是一样可以把资料给抓下来 然后显示出来 另外的话呢 台北市政府的住宅切道 这个也是一样 那里面我也是利用它的XM的档案 可以做练习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